現在爆出來大家才去面對 那每天抗中寶臺在幹什麼 尤其是指揮官他應該要搞清楚這些事情 可能應該是由他來說明 因為現在高端爆出是有中資企業疫情 第二期冰狀試驗想問一下怎麼看 我想現在爆出來大家才去面對 那每天抗中寶臺在幹什麼 重點還是說不管他第二期還是第一期 當時的主管機關尤其是指揮官 他應該要搞清楚這些事情 可能應該是由他來說明 雙城論壇的部分 因為陳其中部長今天講過說 他覺得在衝擊擾臺的狀況下 我們作為首席市長的話 應該要表達清楚的態度 想再問一次廣告對於雙城論壇的這個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雙城論壇是兩岸的官方 唯一的官方往來 我們在和平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清免放棄溝通 所以我們還是會繼續保留這個 共同的管道 而且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努力的國家 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陳柏手遇事件 因為今天陳其中的辦公室 要繼續開記者會 甚至現在也被爆出說 萬大縣有特別預算80萬 移去做陳柏的一個宣傳經費 你怎麼看 有研寬會來主政 動用相關的預算跟經費 都經過專簽 這些公文全部都歷歷可查 所以議員只公布手遇 不公布公文我覺得是刻意扭曲 那相關的經費預算動用的部分 都由市府來做說明 我覺得應該就是 他們找不到黃珊珊的問題 就只好拿這些東西來雲目混出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用 這種打蘑菇這樣的奧布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取 我寫的字條我負責 我這種字條已經寫了幾百張 這個位置不少 你不扮作人 它是建議的 weed 你不扮作人 你不扮作人 你不扮作人